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为妙华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法师各位就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看到舍利佛 佛在成道后大概第四年 度了舍利佛跟穆建连 这两个人一直在整个 可以说是佛陀的左右手 对于佛教的这个弘扬 那么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那舍利佛比较倾向于 身团里面的一个领导 就是教育新来的出家地址 或是管理这个身团 那穆建连比较倾向于 他比较倾向于就是对外 就是调腐外道这一部分的 如果这样讲起来 就是比较有这样的一个不同 我们说他第四年度了舍利佛 穆建连之后 那么身团应该是第一次是度三加社 那么佛教开始很壮大 然后第四年度了舍利佛 穆建连之后 那么佛教就越来越健全 就是他因为有舍利佛 穆建连的这样的一个帮助 那舍利佛我们上次讲到舍利佛 舍利佛他有几件事值得我们讲 第一个上次有说到 就是舍利佛这个人非常尊师重道 那从两件事大概可以看得出来 那第一个就是 他是因为马圣比丘悟道的 所以他一生都 虽然他可以说跟马圣比丘是师兄弟 但是他一生非常感念感恩马圣比丘 然后一生也是以马圣比丘为师 那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他本来是善若鱼的徒弟 他跟穆建连都在善若鱼那边出家 那他们两个是有约定好的 就是谁只要先见到不死法 就是解脱 那么见到真理 那么 我插播一下 是舍利佛 舍利佛 对 把马圣比丘当作 是 是 是 就是说我刚才讲错吗 我刚才讲错吗 我刚才讲错 听成目见人 不是 是舍利佛 我刚才讲目见人 那我讲错 有时候讲话会口误 有讲错 就是舍利佛他本身是 因为他是以马圣比丘悟道的 马圣比丘庄严 就是威仪非常好 他因为马圣比丘正果 然后再随着马圣比丘去佛陀那边 然后拜佛陀为师 所以他这样算起来 跟马圣比丘是师兄弟 都是以释迦牟尼佛为师 但是虽然是这样 因为他是因马圣比丘悟道的 解脱当然是因为佛陀 就是正出国是因为马圣比丘 所以上次我们有说过 他去到一个道场 他去到道场里面 他会先问 假设跟佛陀在的时候 马圣比丘有没有在 如果在他会先跟他顶礼 如果不在 他会先问马圣比丘去哪里 往南方去 他就往南方顶礼 往北方去 他就往北方顶礼 了不起 而且他是佛陀的左右手 但是他还这样做 其实有时候我在看到这些 阿罗汉或祖师大德的这些行仪的时候 我都会问我自己 如果是我 我做得到吗 那当然 即使是阿罗汉 也不一定是会这样 那我会 我会仔细衡量我自己 我会觉得我做不到 因为都是师兄弟嘛 对不对 但是还是会有感恩心 但是阿罗汉的心 不是我们的心 当然就是如果是我们自己 那我们 这样我们会做得到吗 那当然 这个通常是 比较没办法 那这等一下跟 从那个 从那个 蛇利佛的师父也看得出来 那 第二个就是 他是从山洛宜出家的 蛇利佛跟穆建年 都是从山洛宜出家的 那 山洛宜出家之后 他们两个解脱之后 他就回去劝他师父 原来的师父 因为他很殊 你看这个 这个其实其他也不多见 其他的 其他的他不一定会这样 但是他会去劝他师父 告诉他佛法的殊胜 释迦摩尼佛的殊胜 希达多的殊胜 那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 这个山洛宜 这上次我们有讲 就是山洛宜他不愿意 为什么 他已经是很多人的师父了 他现在还要去跟你拜同样的师父 还跟你做师兄弟 他要不要 他也不要 如果是我 我也不要 基本上 我们会想 其实我常常会看这些故事 我们都会想 他到底怎么想的 为什么 那我们如果在那个情境下 因为这些故事会带给我们一些启发 因为 就是说 假设 假设 我们换个时空位置 就是说 我们在当时 我们有这种情形 那 我们会做怎么样的选择 那么我们已经知道他的选择是错的 那么如果换到现在这个情况 那么 我们会做这样的选择吗 即使我们已经知道那样 不做那样的选择是错的 可是换到现在 现在我们依然会做对的选择吗 我看也不一定 真的 真的 所以 有时候就会值得我们好好的想一想 那 我们在执着些什么 那么我们因为这个执着 失去了什么 那这个是 其实佛法最重要就是要启发我们的智慧 那我们有时候要想想这些问题 但是 有时候问题不是说 那 你知道了你就可以改过来 没那么容易 现在有些事没那么容易 那这个是 第二个就是他还回去劝他的师父 然后他对于释迦摩尼佛 当然 就是 舍利佛 他这个人也很有个性 但是 照经典来讲 舍利佛的身体也不是怎么好 他也很有个性 所以他也曾经 被释迦摩尼佛处罚过 所以 但是他都 当然真的阿罗汉无我 他也不会有怨恨性 也不会有承认性都不会 那 但是他还是 释迦佛怎么说 他就怎么做 就是 他过去也很有折上固执的习惯 比如说 比如说 他有一次被释迦摩尼佛 不是直接喝者 间接喝者 为什么 因为释迦摩尼佛的儿子是谁 罗霍罗 罗霍罗是第一个撒咪 就是他后面出家的 撒咪是拜舍利佛为师的 那罗霍罗有一次 就是 佛陀去到道场里面 见到罗霍罗 看到罗霍罗面黄极瘦 小孩子嘛 然后 他第一个撒咪 然后 他就问罗霍罗 那你怎么 怎么脸色这么难看 瘦成这个样子 你是都没有吃饭是吗 罗霍罗就面有难色说 因为托波是这样的嘛 我们以前是托波的 托波是到接纳的 就是前面的是走是出家比较久的 后面就是刚出家的 然后在后面 罗霍罗是沙咪是排在最后面的嘛 那你要知道 那个就是一群人 一群人很多人的 那么通常都是排在前面的拿的最多 真的 大部分是这样 如果你有五十个人去托波 而且还不是 就是说你有五十个去托波 那么 人家没有办法准备五十份嘛 哪有可能 你几个人出来不知道 他通常就是要准备十份二十份 那大概都是前面十个人 但是你也可能 就是说他是会分散托波 那后面的大部分都是分的 比较不好或比较少 那当然你不够的 有些人也可能会给你 那但是托波有时候就是 托自己吃的而已 吃够了就可以了 托够了然后你就走了 那牧劍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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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牧劍链可能那个时候 景气不太好还是怎样 不晓得了 就是说 他托的东西都比较少 所以常常吃不饱 那小孩子在发育 又吃不饱 然后又吃不好 然后因为如果 因为出家人吃饭有两种方式 一个就是托波 一个是什么 应供 一个就是应供 应供又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去人家家里应供 一种是他带来寺院供养 那通常都是 比如说 我们家有喜事 然后有什么事 那我请几位佛陀派几位比丘 来我们家接受供养 让我们修福报 通常是这样的 但是也有带东西来寺院的 但大部分都是去他家接受应供 比如说 比如说波斯尼王要供养 五百个人 就是派五百个人去 这个西达多要供养一百个人 就派一百个人去 那供养通常都吃得很好 那供养是要照借辣牌的 撒米通常都排在后面 都轮不到他供养 所以可能因为这样就吃得不太好 吃得又少 那正在发育 所以就感到面黄激瘦 那佛陀看到罗霍罗 这样就说 你是都没有得吃吗 然后 他 我们这个罗霍罗当然就说 就因为这样这样 就是都吃不太够 吃不太好 然后佛陀就讲了一句话 那你的师父是谁 他当然知道他师父是谁啊 他师父是谁 舍利佛 然后他就 那你 意思就是 那舍利佛食不进食 就是说舍利佛没有照顾到 只顾着他 他师父的没有照顾到徒弟啊 师父当然 因为舍利佛其实没有想那么多 老实讲 他没有想 大家都脱波 有的吃就好啦 他没有想到排座后面的可能 人吃不到吃不好 那他吃完他也没想那么多 但是 佛陀就说他食不进食 那食不进食的意思就是 那么 其实意思是说 舍利佛没有照顾到徒弟 让他吃饱 或是说让他有的吃 那么 这样是 就是有过失 意思就是有过失 那这个话传到舍利佛的耳朵 舍利佛马上把他 今天吃的都吐出来 他可能有去接受应供了 然后 因为他去接受应供 然后这些徒弟没得吃 他也不知道 那吃的 因为人家应供 而且舍利佛 你如果要供养舍利佛 你一定是准备最好的嘛 你只会最多的嘛 尽管是这样 可是你吃的最好 吃的最多 但是 你的徒弟没有得吃 面黄激瘦 所以佛陀因为这样 就说 舍利佛 就是在这一部分有过失 他就说 他说不见识 那么 一般就是一直说 你这样做 就是会 不如法 或是说 不应该这样 那舍利佛 有人就是转转转到舍利佛 所以马上把他今天供养 应供吃的东西吐出来 而且从此说 从今天以后 我不再接受应供 你看 舍利佛很有个性 这个在经典里面都有说到 所以说 一般来讲说 舍利佛有称心的习惯 就是说 就是说有那种个性 但是我们人都有个性 但是转过来 他就变成一个一种特性能力 那因为称心有时候是是非分明 是非分明 那是非分明的人 就可能 可能 这种维系分别会比较重 就比较计较 比较心比较细 那么 发展对了 就变成智慧 变成智慧 那情感重的 发展起来就变成慈悲 就是会比较感同身受 但是他可能就是 智慧会差一点 但是发展起来就变成大慈悲 但最后都一样 但是他还是保留那种特性 所以我们人的烦恼里面 你只要转过来 就好像垃圾 你会处理 它就变成肥料 意思是这样子的 所以烦恼没有自信 烦恼没有自信 你用错了它才是烦恼 你用对了它就变成慈悲跟智慧 那我们再讲到这个舍利佛 舍利佛 舍利佛还有一个就是 他非常孝顺 他也非常孝顺 你看他尊师重道又孝顺 他舍利佛的妈妈 谁叫做什么名字啊 忘记了 舍利佛的妈妈是一个老外道 姓范天的 姓婆罗门的 那他的妈妈 他们家有七个孩子 君提撒咪好像是最小的 他们家有七个孩子 好像有的说离婆多也是 四个男的三个女的 四个男的三个女的 七个人都出家 七个人都正阿罗汉 了不起 真的喔 七个全家都出家 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当然他妈妈没有 他爸爸就不知道是谁 可能早忘生了啦 但是七个都正阿罗汉 但是七个 你家有七个阿罗汉 你妈妈还是外道 你看 有时候这个姻缘不一样喔 不一定喔 不一定 但是舍利佛要 舍利佛后来要入涅槃 入涅槃是因为沐建人 后来被外道打 打到这个肉都烂掉了 然后沐建人就说 啊 姻缘是怎样 那我要入涅槃了 那这个 舍利佛因为沐建人要入涅槃 他也觉得 那他也要入涅槃了 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在佛陀晚年的时候 大概佛陀七十五岁 七十大概应该是在那个时候 七十岁到七十五岁 这个大概这个中间 那就是佛陀七十岁之后 发生了很多事 三件大事 一个舍利佛沐建人要入涅槃 一个提伯达多破荷草 另外一个就是 琉璃王要屠杀释迦族 这三件大事 听起来都很悲伤的事 那 沐建人因为 舍利佛因为沐建人要入涅槃 所以他也觉得 他跟沐建人是同时出家 然后在善若营那边出家 又同时到佛陀这边出家 然后又同时正果 就是沐建人比较早七天 舍利佛十五天 这些都很早的 但是还有更快的 大家说好像是八天 大家说八天就拿来 八天 舍利佛十五天 沐建人齐天 沐建人齐天 舍利佛十五天 沐建人齐天 沐建人比较快 你是什么问题吗 你 智慧第一 没有没有 沐建人先振阿罗汉 舍利佛先振出果 舍利弗先贈出果 然后穆建连才贈出果 贈了出果之后 他们就一起去佛陀那边出家 出家舍利弗做佛陀的侍者 穆建连就专心去观吾沃 七天就贈阿罗汉 舍利弗是十五天 十五天因为他做侍者 佛陀有人来找他 他十五天是因为他出家第十四天之后 其实他很早就出家了 在山洛云那边出家了 我们说的是在佛陀这边 他跟着佛陀出家十四天后 他的舅舅来找他 他的舅舅是谁 末后居赤罗 长爪犯志 他舅舅因为很会辩论 在他们那个村子里面 大概是辩论第一的 但是自从他的姐姐 就是舍利弗的妈妈怀了舍利弗之后 他再也辩论不过他姐姐 他会跟他姐姐辩论 所以舍利弗的妈妈可能也有一些知识 但是他的可能没那么厉害 但是他会跟他的姐姐辩论 他的姐姐都辩论不过他 但自从他怀了舍利弗之后 他没有辩论赢过他姐姐 所以他就觉得不是他姐姐的问题 是他肚子里面的孩子的问题 所以他就发愿 我这个舅舅 因为那个辩论的人都喜欢做第一 天下第一 我这个舅舅读了那么多书 读了那么几十年的书 这个小孩子在他妈妈的肚子里面 我就辩论不过他 等他出来那还得了 那我不是很没面子 所以他那个时候就好 因为他还没生出来 生出来到养大还有很段期间 所以他就说他要去在外面学 就学了好了 来跟他这个子子外生辩论 结果他那个学好了 是因为他非常的用功 所以都没有剪指甲 所以叫做长爪犯志 长爪犯志 有一天他回来了 他可能不知道经过十几年 二十几年 那么他回来要找他的这个外生辩论 然后就人家跟他讲 他已经去跟释迦摩尼佛出家了 他本来就出家了 在山洛云那边去那边施案 回来的时候十四天 就是说他一般是说第十四天 就是去找舍利佛 舍利佛那个时候 已经移到释迦摩尼佛那边 跟释迦摩尼佛出家了 所以第十五天他就去找 隔天他就去找 找这个佛陀理论 他认为佛陀是有下降头 下伏咒 然后才让舍利佛可以跟他的 所以很多人都会 阿兰经里面有讲 认为佛陀有一个很厉害的咒 听了所以他持咒 让你不知不觉 有点像我们的迷魂咒一样 你他念的咒你就不知不觉的跟他去 很多人就认为佛陀可能有这个咒 所以那么多人听了他说法之后 就做他的弟子 所以有一些阿兰经里面有讲到这个 然后摩托居赐楼也这么认为 所以他就要去找佛陀辩论 他认为没有人辩论得过他 除了他这个小外甥 这个小外甥竟然 竟然跟舍利佛 竟然跟佛陀出家 所以他就找佛陀辩论在第15天 然后我们上次有说到 就是他辩论第一个 他就提出一个说 我一切法不受 就是说你不管你讲什么 我都不认同就是了 就是我一切法都不受 后来佛陀就跟他讲 佛陀就跟他讲 那你这个法你自己受不受 如果你一切法不受 这个法也不受 那你不就是自己 自己 这是逻辑上就不通吗 如果你一切法不受 这个法你受 那这个法就是 你就不能讲一切法不受 那如果连这个法都不受 那这个法都不受 那这个法你怎么可以提出来 做为你的宗旨呢 那他一听就知道自己理亏了 然后他就觉得这个佛陀非常厉害 那佛陀就刚才就跟他讲 寿父经嘛 寿父经 这个上次我们也像有说过 这佛陀我们说佛陀实在是很厉害 他会根据你的特性 以你的观念就跟你讲 养马的人就跟他讲 要怎么养马 养牛的人跟他讲 怎么养牛 都会用到佛法里面上来 那弹琴的 那寿父经他就讲 一切法不受 他就跟他讲 开始跟他讲 那应该舍利佛是做试着 印度很热 他就拿一个扇子在外面扇 那这个摩托居士罗 就是摩托居士罗跟佛陀 在那边对谈 舍利佛就站在佛陀后面扇风 那佛陀就跟舍利佛 对谈了之后 佛陀就跟摩托居士罗讲 他舅舅 一般叫长爪犯字 居士罗 摩托居士罗 这叫长爪犯字 外号 那跟他讲说 什么叫做寿 苦寿热寿 喜忧舍 一般就是苦寿热寿 但是这个苦寿热寿里面 他就开始跟他讲 苦寿热寿里面其实都没有我 舍利佛已经证出国了 他听到元七法已经证出国了 然后他在三封 他就仔细听佛陀跟居士罗 他确实在讲什么 听了听了 居士罗还没证国 沐建连已经证阿罗汉了 所以沐建连 不是沐建连 我又讲错了 是舍利佛 舍利佛已经证阿罗汉了 所以舍利佛是在大概十五天后证阿罗汉 因为一般说是第十四天 他的舅舅回来 然后去找他 第十五天去找佛陀 佛陀辩论 他在那边听一听 他就证阿罗汉了 沐建连是来跟佛出家之后 他就去 因为他常常修餐厅 然后他就去树下专精思维 专精思维七天之后证阿罗汉 这是沐建连先证阿罗汉 然后舍利佛再证阿罗汉 但是舍利佛先证出国 然后再跟沐建连讲 沐建连在证出国 其实是这样 沐建连比较早 七天就证阿罗汉 大加塞是八天 大加塞是舍利佛穆建连之后 在出家的 还有更早的就是 我们说最早的可能就是 就是那个谁呢 那个最后一个 就是须巴陀罗 就不到几分钟而已 不到几分钟没见过佛 没听过佛法 没有几分钟 他就证阿罗汉了 也很厉害 也很厉害 这个是因为佛读要入念版之前才跟他说的 他之前没见过佛 没听过法 所以我们有时候看这个人很烦恼很烦恼 那么业障很重 其实不一定 真的 有时候一转过来 他比你还快 这个在佛教的地址里面很多是这样的 我们说两个例子就好了 一个是莲花色 莲花色比丘女以前烦恼也很重 后来跟着穆建连之后 他在几个城市做过纪年 大城市做过纪年 你看你没有烦恼那么重 但是他后来因为穆建连也证了阿罗汉 那你再看另外一个例子 那个摩登前女 非常爱阿难的摩登前女 摩登前女的女儿 他那个时候烦恼非常重 阿难已经出家了 阿难已经出家了 然后也已经证 应该也已经证出国了 但是就是那个时候到底有没有证出国 应该已经证出国 而且他常常在佛身边听法 但是那个摩登前女爱上阿难 一直要跟阿难结婚 没有跟阿难结婚 他要自杀 他要绝死 你看烦恼那么重 后来他妈妈没办法就去找佛陀 你看佛陀也是很厉害 那么就跟他讲 就是说你那么爱阿难 也要让阿难爱你 那么你们才会幸福 然后他就说那要怎么样让阿难也喜欢我 他就说你要做阿难喜欢做的事 那阿难喜欢做什么事 阿难喜欢修行 他说那我要怎么修行才让阿难喜欢我 他就叫他怎么修行怎么修行 阿难多文帝已有 而且已经出家那么多年 还没证阿罗汉 摩登前女精进用功 没有多久就证阿罗汉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不要以为我们自己烦恼中 一用功起来 谁知道你过去生修了些什么 一转过来有时候比别人快 也不要这样就轻易衡量别人 这个烦恼中 这个以后不一定 我告诉你 有时候他一反过来比你还快 所以佛陀也说不要轻易的去衡量别人 有些人是就是说不要轻易的否定自己 不要轻易的否定别人 为什么 从佛弟子来看 他有时候一转过来 一转过来比你还快 但是你也不要轻易否定自己 你要精进用功 你用对方法 有可能一下子也很快 所以这个是有时候很难说的 然后我们又收回来舍利佛 所以舍利佛你看他 他舍利佛的一生其实有很多事可以讲 然后他阿纳律一般说 阿纳律也是在他的帮助下 那么才突破那个瓶颈的 阿纳律我们知道他是天眼第一 阿纳律是天眼第一 但是他得天眼的时候并没有得解脱 但是他一直没有办法突破那个瓶颈 就是一直没有办法得解脱 然后舍利佛知道了 他有一次跟舍利佛讲 舍利佛去看他 然后他跟舍利佛讲 我在佛弟子里面 我那么用功我得天眼第一 就是我的天眼能看得除了佛之外 除了佛之外 没有一个人比他厉害 他天眼第一 然后他又非常精进 精进不屑 专心一意 我能见他得到的天眼 是在佛弟子里面最殊胜的 他的精进佛弟子里面有两个精进非常有名的 第一个就是阿纳律 第二个是谁 二十亿尔 二十亿尔的精进也很有名 那都是走到那个 用到走路精进走到流血还在走的 也是很厉害的 就是阿纳律精进也是有名的 然后他的天眼又是第一 然后他的精进不是第一也是第二 反正就是他的精进也是很有名的 说我得到天眼第一 然后我的精进又是不屑 精进不屑没有懈怠过 那但是为什么我一直没办法突破烦恼 为什么我的心一直没办法得解脱 他就纠结在这件事上 这个其实对我们修行也很重要 我常常看这些故事我都会想 他的问题在哪里 他的瓶颈在哪里 那我的瓶颈又在哪里 我的问题又在哪里 其实常常要这样想 你看喔 舍利弗就跟他讲 舍利弗不愧是智慧第一 他很快就发现 你的问题的关键在哪里 因为苦一定是要找什么 苦因嘛 那个苦因有很多种 但是他的关键处在哪里 其实缘起就讲这个东西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那关键在哪里 就是说你现在这种状态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那么主要的关键在哪里 这个其实我们一直要 不管要解决什么问题 那有时候不是一下子解决得出来 你看舍利弗就跟他讲 他说阿纳律啊 这个尊者阿纳律 当你心里面在想 我天眼地一的时候 你的慢心就出来了 我是天眼地一 你的慢心就出来了 你知道要振阿罗汉 最后五上分解是什么 色滩 无色滩 吊举 慢 无名 所以你的慢心出来了 慢是一个仗道法 好 那当你在想 我精进第一 我那个精进不屑的时候 你的吊举就出来了 吊举了就心里一直分别 我这么用功 我这么精进 他就是类似像我们一般 有一条歌之后 我比别人要认真 我比别人要打拼 但是我比别人要拍名 就是我比别人还认真 我比别人还努力 但是我的命比别人还不好 那换成 换成阿纳律的说法就是 我比别人还精进 我比别人还用功 但是 别人都解脱了 为什么我还没解脱 就是这样 那这样就是吊举心啊 吊举就出来了 那你当你一直心里面一直在想 因为精进就是你一心嘛 那你当然想这个时候 你心就不专注了嘛 就吊举了啊 就是虚用分别了 好 那当你在想说 我这么精进 我又这么耐心你第一 能见的东西超越别人 但是我为什么一直没办法解脱 你的恶作就出来了 后悔嘛 恶嘛 恶作就是你的心 就是因为你没有得到什么 或是你一直想得到得不到 那么你看 这个不就是烦恼吗 很维系的烦恼 但是他一直不知道 就是我们当人在执着的时候 执着一个劲 就是执着什么的时候 就是在抓牛角形 绕圈子 一直绕一直绕 一直一直绕 那你不晓得 你的问题就是你一直绕 一直在纠结在这件事情上面 那个是心子纠结在上面 那舍利佛就跟他讲 舍利佛马上跟他说 当你一直觉得 为什么我天眼第一 天眼第一 你慢心就出来了 那你认为你精进不懈的修行 你的调局就出来了 当你又认为 我这样还不能 不能得解脱 那我到底要怎样才能得解脱 你的那个恶作 你的那个 你其实也是调毁的一种 就是你那个心就出来了 那你是因为不能这样 不得解脱 所以你要把这些东西放掉 把你认为我天眼第一 那么我精进用功 那这个心 你自己觉得 当然他也是这样 但是你当你执着这个时候 他就是一种执着 那你又执着 你又心里面有一点点 一点点很在意 为什么我还没有得解脱 那么这样你更不能解脱 你现在修行 你就专注方法把这些放掉 不要执着在这件事上 就有一点像 比如说 当我们要跟一个人讲道理的时候 或是 我们一直要达到一个东西的时候 当你越执着 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得到 我要讲到什么时候 你才会懂的时候 你就会 你就会越讲越混乱 越讲越不能达到目的 因为你会越急 急道的心跟道相反 因为道的心一定是安定 安定 基本上要比较 就是说你有一个目标 但是你不是执着 什么时候一定怎样 要达到这个目标 那你达不到 你心里面就会觉得怎么样 会产生很多不好的心出来 你看这个实力不厉害 那我们从这件事上 我们就回来看 那我们自己有时候 也是用功 也是努力 但是 不管是 是督促自己的用功 还是督促别人的用功 还是督促别人的用功 那我们会不会掉入这样的一个调局 慢心 或恶作上面 会不会 那么 如果有 那当然那个是比较维系的 你能够察觉到这里 那个都是你的心 有一些智慧的 那舍利弗 你看舍利弗 后来他要 我们刚才讲到 后来他 要入涅槃之前 他记得 他的这个妈妈 因为舍利弗要入涅槃 已经都是晚年了 那在这么多儿子里面 七个阿罗汉里面 他有 他有三个姐妹 三个兄弟 加上他总共七个 你看七个人证阿罗汉 没有人想到他妈妈还没有度 没有呢 就舍利弗 他要回去度他妈妈 他要回去度他妈妈 因为他妈妈也没有 也不是 他都是姓婆罗本人 姓范天的 虽然他家有七个阿罗汉 但是出家了很少回家 可能也不太知道 他也不知道他的 他的儿子在外面是 是走路有风的那一种 他也不知道 他不知道 所以他一般 你再怎么厉害 你也是我儿子吗 后来他就 有点像维摩节这样 就四见病 然后回家 然后就躺在他出生的那条床上 然后就很多人知道舍利弗回家了 都来看他 舍利弗外面名声非常好 那么都来看他 国王啊 长者啊 都来看他 他妈妈 平常就一个人嘛 他儿子都出家了 女儿都出家了 七个人就 但是他也有福报 就在家里面自己这样过活 他是很虔诚的一个婆罗门教徒 他回家的时候 就告诉大家 他要在这里 怒涅槃啊 员吉啊 然后就四线有病这样 很多人来看他 很多人来跟他问病 来跟他示好 国王啊 长者啊 他过去 这个大副长者 比如说 这个王永庆 郭他们都来看你 你妈妈就会觉得怎么样 你不一样哦 你不是 这么地方有名望的人都来看你 然后国王也来看你 王后也来看你 王子也来看你 如果你忽然 今天你在家 那这个新竹县长 新竹市长 那个乡长什么都去看你 你妈妈会怎么想 对不对 是不是 你爸爸妈妈会怎么想 然后 今天是新竹县长 新竹议员 新竹议长 明天是这个总统副总统 武院院长 你妈妈会怎么想 对不对 然后后天是 连这个 连这个四大天王 妈祖都来看你了 真的是这样 然后后来就是四王天 刀立天 他的妈妈 因为他妈妈也是一般的乡下的人 也不是乡下 就是一般的普通的 普通的夫人而已 他也不敢看去 因为他这都是大人路 他就站在门边这样看 然后看见这些人进来 都先问讯 然后就顶礼蛇利佛 他第一次看到 他第一次看到他 这些儿子这样 都顶礼蛇利佛 然后完了之后就回去 然后隔天又不同的人来 一个比一个大 后来就是 后来天人下来的时候都放光 他妈妈就有一点害怕 就在门边远远的望 看见 就天人也跟他顶礼 你如果看见一个天神 跟你儿子顶礼 你会怎么样 你会觉得 如果你是做妈妈的 你会觉得 我儿子是做多大 对不对 我是这么厉害 真的 你开始 你开始会对你这个儿子 有不一样的想法 真的 你看这个舍利佛 极有智慧 他没有说 先去跟他讲 哎呀妈妈 你要好好念佛 妈妈 你这个苏醒无常啊 你的生命是无常 没有跟他讲这些道理 没有 讲这些道理 他给你信 他不信你 对不对 他会觉得 我吃过的盐 比你吃过的饭多 对不对 我吃过的油 比你吃过的酒多 喝过的油 比你喝过的酒多 我都给你加 他都不讲这些 他不跟他讲道理 所以说法一般要先让他什么 欢喜 他要信你 他要先看到你有不一样 所以后来天人下来的时候放官 那个天神都很大 他妈妈就在旁边看 他一回去 这些人走了之后 他才来问他儿子 问舍利佛说 刚才那个人是谁 那国王啊谁他知道吗 但是天人他不知道 那么大尊那么多人 那个是世王天的天王 蛤 世王天的天王 都要来跟你鼎礼喔 舍利佛都讲过一句话 每次他妈妈来问 他都讲一句话 他说 你为什么这些人都要跟你鼎礼 你有那么厉害吗 舍利佛都讲一句话 妈妈不是我厉害 我的师父比我厉害 他厉害他师父当然比他不一定 但是就是 他是依他师父而得解脱的嘛 我不厉害 他每次都讲这句话 我不厉害 我的师父比我厉害 蛤 你不厉害都这样了 那你的师父不是 你看 他开始心里面有什么想法 他对释迦牟尼佛产生一种什么 信心 他每次都这样讲 像你看佛弟子有时候也这样 他要像家流投影 或是这个很多佛弟子 那佛弟子很信他 就是有一些居士很信他 他跟他讲 你不要归于我 你归于佛 我也归于佛 你看都这样讲 你看阿含经里面这样 都是归于佛的 不是归于我的 我也归于佛 你跟我一样归于佛 所以 所以这个 舍利佛要度他妈妈 先让他对佛法 佛陀生起信心 你要先让他知道佛陀很殊胜 然后之后才跟他讲 佛陀为什么这么殊胜 你看 佛陀很殊胜 然后让他开始看到相信 因为确实 因为你如果没这么殊胜的话 国王为什么要拜你 天王为什么要拜你 一直到哪里呢 他的信心到哪里爆棚呢 就是满呢 一直到他拜着神犯天 连犯天 因为舍利佛要入涅槃了嘛 那么慢慢就很多天人下了 然后 因为舍利佛入涅槃就进不到了 所以 最后有一个犯天下来 犯天更不一样啊 更高更大更亮 他的妈妈因为前面见过的嘛 所以也知道了 又不知道是哪一个天神啊 然后你看 你看 如果你妈妈是拜妈祖的 妈祖还来拜你 那你看 你妈妈会怎么讲 对不对 在那边想 蛤 蛤 连妈祖都要来跟你顶礼喔 你看 所以他妈妈是拜犯天的 他说 今天来了 这个又是哪一个神 哇 跟以前的神不一样呢 跟大宗更亮呢 旁边的世卫更多 他说 他说 这个就是你拜的天神 犯天 蛤 连我拜的神都要来拜你喔 哇 那你不是很厉害 妈妈 我不厉害 我的师父比我厉害 你看 那 基本上你也有能力啦 如果 如果我回去躺在床上 没有人会来看我 人家是舍利佛 所以你也有用功啊 用功到有一些能力 所以 你看喔 这个舍利佛真的是智慧第一 然后他就在他那个床上 他妈妈因为这样 开始有信心的 他每次 你看好几次 他就跟他讲 我不厉害 我算是厉害了 但是我还不厉害 我的师父比我厉害 那确实 释迦牟尼佛比舍利佛厉害啊 也确实 但是他从没有见过释迦佛 也从没有见过 也不知道释迦牟尼佛 他都是拜饭天的嘛 后来 后来他妈妈开始 开始有兴趣啊 那你师父到底 都是 都是修些什么 怎么会这么厉害 他开始跟他说 因为他这个时候信心已经具足了 信心具足又起欢喜了 所以他开始跟他的妈妈说 那说这些道理 原起因果的道理 他妈妈也证过 那么所以他最后 他最后 就在他出生的那个床上 入涅槃 那个是大概在 大概在佛 他要入涅槃 大概在佛 已经七十岁之后 七十十岁以后 所以舍利佛这个人 基本上 基本上是一个非常 就是非常很值得效法的人 又尊实又重道又孝顺 你看他又回去度他妈妈 他们家七个阿罗汉 也只有舍利佛想到 然后又要回去度他师父 虽然他师父后来也不接受 他也不勉强 又回去度他师父 然后他跟穆建人有约定 两个像兄弟一样 所以他一听到 一听到原起法 马上 没有说急着去找释迦佛 马上去什么 去找穆建人 让穆建人也证出国 你看 后来他出家之后 就做佛的侍者 那后来正阿的话就换人了嘛 所以佛侍者换了很多人 佛侍者一直在换人 换到二十年后才换到阿难 阿难做侍者是佛成佛二十年后了 最初的应该不知道是谁 但是舍利佛应该是蛮早的 因为第四年 那个时候佛陀还很年轻 没有侍者也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年老了就需要侍者 其实是这样的 二十年后才换到阿难 换阿难之后就不换了 阿难一做就二十五年 做到佛入涅槃 那通常就是阿难在佛身边而已 那这个是我们就讲到舍利佛 那穆建连 那讲一下穆建连 穆建连我们有时候就是在我们 这个大圣佛法里面会比较倾向于 把穆建连跟地藏菩萨结合了 就变成 因为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小说叫做穆年旧母 那穆年旧母又跟地藏经里面 婆罗门月地女差地利女 月地利女的故事又结合 后来就变成好像穆建连就是地藏菩萨一样 其实 穆建连旧母的故事 穆年旧母的故事 跟地藏菩萨婆罗门女旧母的故事 后来有结合 那穆年旧母的故事 其实是编出来的 其实是编出来的 穆建连的母亲叫穆建立 他跟舍利佛的母亲 他们都是世家 都是大家闺宿 那因为我们把 我们后来有所谓穆年旧母的故事 所以就我们就会觉得穆建连的母亲 又迁滩 然后堕入恶鬼 那穆建连 那另外有一个 有一个 除了穆年旧母的故事 穆年旧母是从那个 从一本经 叫做 就是我们摘生都在念的 那个叫什么经 余兰盆经 对 是从余兰盆经出来的 余兰盆经里面 因为我们摘生都会念余兰盆经 那么余兰盆经里面记载 记载说 穆建连的妈妈 穆建连证了阿罗汉之后 穆建连证了阿罗汉之后 然后用天眼 因为他有神通 用天眼看他的妈妈在哪里 然后就发现他妈妈在地狱 然后他想要死死做恶鬼 因为那个时候 恶鬼道和第一道其实也已经结合 其实鬼道和第一道不一样 但是后来就是变成 鬼里面 比较受苦的叫地狱 后来就变成这样 那其实不是 那没关系 我们就这样讲 就是说 他用天眼看到他母亲 堕入地狱在受苦 然后要吃东西都吃不进去 就变成 因为恶鬼有三种 真口 真口 阴口 跟 真口鬼 阴口鬼 真口 阴口 跟厌口 我们放厌口 那个是针对这种厌口鬼 这是恶鬼的三种 就是 因为果报 因为迁滩或偷盗或什么果报 造成他没有得吃 吃也吃不下 吃也吃不饱 吃也吃不下 就这样 这个真口鬼就是 他的喉咙像针一样 像一根针 可是他的肚子非常饿非常大 所以他就是整天都 都从那个针管里面灌东西进去 也永远吃不饱 这针口 阴口 其实是喉咙 喉咙长了一个 长了一个龙长一个苍 正常 喉咙不是像针 像我们这样正常 但是 喉咙里面有一个龙 有一个苍 所以只要有东西进去 那个就会痛 你不吃又饿 吃了又痛 所以就很辛苦 就没有办法吃 那 厌口就是 他喉咙没有长长 喉咙也正常 但是 吃东西只要吃进去 就会化成火在烧 吃越多 烧得越旺 烧得越厉害 所以你看 他就通常没得吃 这三种鬼 那我们说放厌口 放厌口 其实就是厌口 只要针对厌口鬼 然后后来其实就是 什么甘露水蒸眼 什么蒸眼 就是让他 不会吃得进去 类似像这样 好 那余兰盆经里面 余兰盆 余兰盆经 我们讲到木剑人 就顺便讲了 现在有很多人念余兰盆经 余兰盆是解道玄的意思 道玄之苦 其实就是解恶鬼 恶鬼的苦 余兰盆经 这个说法 其实在佛经里面 并没有这种说法 就是说 木剑人的母亲 剁恶鬼 这个其中有很多 不合乎佛法的地方 木剑人的母亲 剁恶鬼 然后木剑人用神通 看他的母亲 剁在恶鬼道里面 没得吃 他就要变很多东西 给他吃 可是他的母亲吃不了 所以 他就很紧张 就一直哭 余兰盆经是这么讲的 就去找佛 看有没有办法解决他母亲的痛苦 这个跟阿难的厌口经 也可以对照来看 等于再来讲 这个其实都不合乎佛法 不合乎佛法 我们先看 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木剑人 这个不是真正的木剑人 但是我们 我们想象中的木剑人是这样 就 木剑人就 看见他妈妈受苦 那么就一直流泪 哭着去找佛 第一个 阿罗汉不会哭 正的阿罗汉 他不会哭 没有幽悔 那么 他只是如是如是地知道 那你说 你说阿罗汉不会哭 那金刚经里面 须补迪不是剃泪悲气 剃泪悲气跟佛说 哇 长这么大 哇 正阿罗汉这么久来 没听过这么殊胜的法 哭得像什么似的 不是 那个不是哭 那个是喜极而泪 形容非常欢喜 金刚经里面的剃泪悲气 是形容 形容他听到这个法 其实他是在说明这个法的殊胜 那么 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做喜极而泪 就是非常欢喜 他不是真的哭 他是在形容这个法的殊胜 殊胜到让他欢喜 欢喜到没办法形容 叫做喜极而泪 欢喜到极点的意思 他不是真的哭 那么余兰盆经里面讲到 这个穆建人看到他母亲多饿鬼道 难过到哭 阿罗汉不会有这一种事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他就会问佛 佛就跟他讲 佛就跟他说 那么七月十五 那么众生 就是大家 就是大众生 从四月十五 到七月十五 都结下 结下了 结下三个月用功 那七月十五是结下 那么这一天因为大家三个月用功 那么很多人正阿罗汉 那么你这一天 准备 准备吃的用的 所以去共生 去共生 那么 你妈妈就可以因此这样脱离轨道 好 那这个又牵扯到一个问题 如果 如果你为你母亲共生 你母亲有没有可能 因为共生的功德就解脱 不太可能 你看我们刚才讲 舍利佛怎么度他母亲的 一定要跟讲到他母亲心开意结 欢喜 他母亲不欢喜不心开意结 他不可能因为他儿子帮他做善事 他母亲就可以得功德 没办法 没办法 佛法不是这么 佛法不是这么超度的 其实不是 好 那这个 这个就后来造成 就是结下 那么这些出家人 因为你的 这个是穆建年 这个是于兰盆经讲的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 于兰盆经 其实是比较后期出现的 而且在佛法的经典里面 都没有讲到这件事 但是有一些事是确实有 但是后来被误解了 比如说阿难遇见摩登前女这件事 那么念能言咒 那么就解掉阿难的这个难 其实这件事也不是真的 没有这件事 有摩登前女跟阿难这件事 但没有 没有念能言咒去解救阿难这件事 是没有的 佛法不是这么解决问题的 如果念能言咒 就可以解救阿难 就可以化解阿难的灾难 那他不用叫文书菩萨去啊 释迦摩尼佛自己念就好了 那其实不是的 解决问题不是这样解决的 好 那么一样 穆建年的母亲 假设堕了二轨道 假设堕了二轨道 那么也不可能 穆建年替他栽生 他的母亲就可以脱离二轨道 其实是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那这件事后来对我们的影响也很大 那 因为这样 本来啦 本来他是说 本来他是说 7月15的时候 那么 因为大家解下用功 那么你去供养他 7月15这天去供养 那么大众生欢喜 那么回赞给你母亲 你母亲 已经往生的母亲 就可以解脱 假设他多在二轨道 他就可以脱离 那这件事后来就慢慢慢慢影响到 7月15这一天普渡 其实我们的普渡跟这个应该也有关系啦 就普渡 七月十五普渡 七月15普渡 就变成本来是准备很多东西 去给出家人 供养出家人 后来就变成准备很多东西 给这些出来的鬼吃 后来就变成这样 就本来是说 本来是说 你7月15这一天 你准备很多东西去供养出家人 藉由供养出家人的功德 让出家人跟你送经回向 那么你得解脱 当然这是后来才有的观念 后来慢慢演变成7月15这一天 准备很多东西给出来的鬼用 让他不要干扰你 这后来就变成普渡 那为了普渡就要杀很多鸡 很多鸭 所以我们说七月半不知道死我 就是7月半要杀鸡杀鸡杀鸭来怎么样 来普渡 那反而造很多业 你看这个佛法他就怎么样 一直演变演变到扭曲掉了 扭曲掉了 那么这个 这个本来阿难意见摩登前女 阿难意念法的力量 释迦佛说 我相信阿难 那么对佛法的这样的体悟 那不会有事 类似像这样 做诚实言 诚定 后来就变成要念能什么咒 本来是一句咒 后来变五句咒 后来变十句咒 后来变成五会能源咒 那么去解救阿难 后来就变成你只要念能源咒 你就不会遭遇磨难 这个就是佛法一直被扭曲掉 本来没有那么复杂 后来越来越复杂 本来不是这样做 后来就变成这样做 那么阿难这件事还牵涉到宴口经 宴口经说阿难有一天 看见一个鬼 然后这个鬼正在受苦 那么这个鬼跟他讲 就是宴口鬼 说你几天后也会跟我一样 那阿难听了就很害怕 就去问佛伤心 那我要怎么解决 然后佛就跟他讲 你只要死死给恶鬼 你就不会做恶鬼 好那这件事其实也不是真的 那我们现在很多人到场在做恶口 放恶口 很多人就 其他以为就是可以解决这些恶恶 恶口鬼 其实不是 这个佛法里面没有这些事 是有恶口鬼 但不是说你死死给恶口 恶口鬼他就可以吃得下去 你给他念甘露水真怨 他喉咙就清凉 没有 基本上 基本上你怎么造业的 你要怎么受报 那你是用你的心造业的 你必须心转变 你的业才会转变 这个是佛法讲的 就是你用你的恶心造业 你必须你的恶心转变了 那么就算你的恶心转变 假设你的恶业成熟 你还是要受恶业 并不能够说 我念个咒就可以消除你的恶业 没办法 举个例子 佛法里面杀人最多的是谁 杀人最多的 央觉摩罗 央觉摩罗杀了很多人 有的说999个人 我觉得太多了 给他杀99个人好了 最后要杀他的母亲 最后还要杀佛 你看 但是他后来证到阿罗 他没有杀心了 没有杀心了 他的夜是因为他的杀心 所以他必须要受 短命多病的果报 那么现在他证到阿罗汗 杀心已经没有了 但是他过去造的夜 假设成熟 他要不要受 也要受啊 也要受啊 所以他去脱坡的时候 都被人家拿石头打到流血 也要受啊 即使阿罗汗 他的心已经改变了 如果他夜报成熟 他都要受报 那你怎么可能说这些恶鬼夜报成熟 你念歌之后他就不用受报 有可能这样吗 没可能 那么你要让他减少受报的时间 就是你改变他的心 你改变他的心 那你怎么样改变他的心 你怎么样改变他的心 那第一个就是最重要就是让他懂道理 让他懂道理 让他自己改变 他如果自己没有改变 他的心没有没有说我造恶业我忏悔 那么第一个他忏悔 第二个第二个他改变 像言语经说的 讲夜报里面讲最多的是中阿罕 中阿罕 我们从这些里面其实要了解一些道理 因为我们现在学习的佛法 很多是错误的 是是而非的 违反夜报原则的 违反因果法则的 那么违反缘起理则的 那么这一些不是佛法 真的 但是他当然有增长善心的 基本上你必须让他 就是说你一般是讲道理 那我们为什么诵经呢 因为我们不会讲 所以说讲佛讲的道理 讲给他听 后来就变成诵经 就是人死了去跟他诵经 其实不是 他重点不是诵经 诵点是跟他讲道理 讲道理让他心开意见 那如果他过去有恶业 那么你要引发他的忏悔心 通常是这样 就是说他认错 那么你过去不管造什么业 那么佛法有讲 天大的罪业敌不过一个悔制 他也举 也举这个阿者世王做例子 阿者世王助长提伯达多迫合合身 他又杀父亲关母亲 他的罪大不大 罪也大 但是佛法也有 在佛法里面有举阿者世王做例子 阿者世王造了这么大的罪 杀父差不多也要杀母 后来齐婆劝他他才没杀 杀了父亲 把他父亲关起来饿死 杀父 然后又要杀母 后来被劝没有 就把他关起来而已 然后又供养提伯达多 让提伯达多迫合合身 你看 提伯达多还要杀佛 你看他最重不重 最重了 但是阿者世王后来忏悔 而且将功赎罪 互持加设 结极法 结极经典 你看 所以中阿函里面 我们现在等下讲这个 中阿函里面 都在讲业的理则 业 那么中阿函里面有一部经叫做《严谕经》 用盐作比喻 其实就是我们的业 非常咸 就是非常多盐 那么让我们受苦都不能吃 这个水不能喝 那么你要怎么样 你要一直加水 加干净的水 加到可以喝 就是你在这个世间没有那么多苦 堪忍了 可以喝了 而且 这个基本上 你的业就像盐一样 你要不但用法水冲淡他 而且要你自己做 别人不能帮你做 那么假设我来诵经给你听 假设我们的父母往生啊 那么 你要讲道理给他听 那么就是你要知道他要听什么道理 或说他的问题真结在哪里 你要告诉他 第一个你要让他起欢喜心 然后他欢喜心他才会听你的道理啊 他不欢喜 第一个他要欢喜心听 第二个他要听得懂 第三个听懂了之后 他有能力去改变或是能力去做 那么通常 通常假设是业 不是每个人如果他升天那就不用了 你就祝愿他就好了 就祝福他就好了 就好像一个人要升官 他不需要你安慰嘛 他只要你祝福而已 如果一个人生病了 他要你安慰他嘛 对不对 啊 你很快要好起来怎么样啊 像这样 然后提供给他一个 解决病的方法嘛 那么严育经里面讲到 你 第一个就是忏悔 认错 认错 然后 你认错之后你要改过 如果你不改过你就一直错啊 一直错就一直有业啊 那怎么改过呢 修身 修心 修业 就是你你你你你不断的透过修行 通常就是修身修心 那么不断不断的造作 那么有一个方法 忏悔之后 忏悔之后要改过 改过 什么才是改过 你的行为改变才是改过 你的观念改变你才能改过 因为你的观错误的观念引起 错误的观念才引起 才引起你身口去造作恶业 引起不当的行为 然后再造成什么 痛苦的结果 错误的观念 引发你 引发你不正当的行为 然后去造成 这一些业 然后才形成你现在痛苦的结果 所以你必须先从观念改变 观念引发行为 然后观念改变就是 你知道这样是错的 所以政见第1个是什么 政见什么 有善有恶你要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政见有善有恶就是先 知道怎么样做是对的 怎么样做是错的 那么有善有恶后来才知道什么有业有报 凡是你所造的善业 都会对你造成好的影响 凡是你所造过的恶业 未来或现在都会对你造成不好的影响 政见这个就是政见啊 观念要先清楚 所以一样 我们对佛法的观念要先清楚 你对佛法的观念不清楚 你虽然很用功 不一定 就好像 比如说 有的人 有的人的家属往生 那么你要先了解 假设我的家属往生 我做什么对他比较有利益 怎么做 这个你也要清楚啊 你不是听人家讲 就这样做 你也不知道好不好 不一定 你要先了解佛法的观念是什么 一样 那 他是从哪里做起的 要认错 认错就是观念上要先分清楚 对跟不对 好跟不好 见有善有恶 政见 政见有善有恶 那么这些善跟恶 都是一种潜在的力量 他叫做业 有业有报 业成熟就会受报 所以你要从哪里改 从观念改 那么观念改了之后 行为就改 修生修心修业 那么你在生活上 你要 你要把这些善恶都观念带进去 所以你不再照这二业改过 基本上你要有一个 你要有一个目标 我要做到什么 所以 忏悔 之后 你要你要设定一个目标 我要怎么改改过 我要怎么改变 所以通常都要发愿 你要发愿 真的 你要去发愿去做这些事 你做了之后 因为你没有设定一个目标 你没有做设定一个目标 你 很可能半途而废 很可能做到一半你觉得很困难你就不要做了 所以你要你要发发愿我要做到 比如说 比如说 假设你比如说你身体不好 那么你你第一个要先知道 你身体不好 你是 从哪里造成你身体不好的 身体不好有很多种原因啊 是环境 造成的 是压力造成的 是饮食造成的 还是 还是 你的业力造成的 你过去的业力生下来就带这种病 那跟环境跟饮食 跟压力没关系 因为你刚生出来这些都没有啊 对不对 或是你这个是先天的 那么这些你都要先清楚 原因在哪里 那么你改变的方式就不一样 如果是环境造成的 环境造成的 那你要改变环境 如果是饮食造成的 那你要改变饮食 如果是习惯造成的 那你要改变你的习惯 其实就是这样 如果是压力造成的 那你要从解决压力下手 如果是业力造成的 过去的业力你生下来就有了 或是他自然而有了 那么 那么这个就必须改变业力 那么所有的所有的行为都是一种业 业就是行为 所有的生口意的行为 就是一种业 所以叫生口意业 那么你必须从这里去改变 苦要从苦因嘛 那你想要你说好 那我们讲到说 阿难 那这个跟他说他会做恶鬼 那么怎么改变 你施食给恶鬼 你以后就不做恶鬼 从佛法来看 假设你会做恶鬼 那当然 那跟你的迁摊 或跟你的恶业有关 那并不是说你施食给恶鬼 你就不做恶鬼 不是这样的 那你供养天你以后就会升天 你供养佛你以后会做佛 不是这样子的 那么假设 你有苦 或是你的眷属有苦 那你必须先了解这个苦从哪里来 他必须要具足什么才能够离这个苦 那一个人如果剁三恶道 那么他必定有三恶道的业 有三恶道的业一定有三恶道的心跟习惯 我们的业叫做隐业跟满业 隐业跟满业 隐业就是让你剁三恶道的 比如说 假设啦 牧业的母亲剁轨道 剁轨道 恶轨道 那么让他剁恶轨道的是隐业 那么基本上就是三恶道的业 这是隐业 这些隐业 就是他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人要往生 有哪三种决定 随业 然后什么样 随习 然后什么随念 有没有 随业随习 看你的重业 你是三恶道的业你就剁三恶道 那这些业都是怎么累积来的 习惯 累积来的 怎么累积的 念念 一念一念 这样累积来的 所以分牵重程度就是 你的念形成你的习惯 你的习惯形成你的什么业力 就习惯骂人 就习惯贪小便饮 那你一有贪小便饮的心 你没有克制他 你没有觉察 你没有克制 你没有调伏 你没有断除 我们不是讲这个吗 觉察烦恼 调伏烦 绝察烦恼 控制烦恼 调伏烦恼 跟断除烦恼 那调伏控制就是戒 调伏就是定 断除就是会 好 那如果你没有这样做的话 那么你增长他 随顺他 他就 本来是一念 变成是十念 百念 就变成一种习惯 你 你本来只是一念的贪心 后来就变成习惯的贪心 后来就长长的贪心 后来贪心就形成一种业 那这种业 就会造成你 心瘫 本来只是心瘫而已 这种瘫会引发 让你 让你嘴巴去骗人家的东西 然后行为去拖拉人家的东西 反正就变成这样 就变成深口一夜 其实是这样来的啊 那么你的行为是这样来的 你要改变必须从哪里改变 从念改变 然后控制你 让你的习惯转变 这是习惯转变啊 所以精进他就讲这个嘛 让过去不好的习惯 变少 好的习惯变多 就是这样啊 那你慢慢这样做之后 你才能改变业啊 你才能改变业 修身修心修业你才能改变 那你你如果业不改变 你的果报不会改变 假设木剑脸的母亲跺鬼道 木剑脸去做善事 就可以帮助到他母亲吗 不一定 不一定喔 不一定 为什么不一定呢 假设木剑脸的母亲知道 他喜欢喜心 如果木剑脸 木剑脸 木剑脸的母亲 其实木剑脸的母亲没有剁轨道喔 没有 这件事是没有的 但假设我们以语兰盆经来说啦 木剑脸的母亲剁轨道 那么他去问佛 那 佛说你只要去供养众生 替你母亲供养出家人 这些出家人就会让你母亲脱离恶鬼道 这件事佛法 佛陀不会这样教 佛陀不会这样教 为什么 从 从这个 波士逆王 波士逆王的母亲死掉 九十岁死掉了 他去问佛 我要做什么才能帮助我母亲 佛怎么说 佛怎么说 佛说你去供养 你 你供养那么多 你再替你母亲供养 你的母亲 就可以变得更好 佛有这样说吗 没有 佛跟他怎么说 佛说 人都会死 诸显无常 所以我们要趁着 没有死的还没死的时候好好休息 不要死了 要谁超度 没有 因为 佛没有跟他讲你要怎么样 替母亲做超度 替母亲做供养 没有 佛告诉他 人 所以生命无常 要好好把握 在活的时候要好好修行 好好修供养 你看佛是这么讲的 他对波士逆王也这么讲 假设目见人的母亲 如果 如果目见人的母亲 多恶鬼道 佛陀绝对不会说 你替你的母亲供养出家人 那么 你的母亲就可以得解脱 他是 他是神通第一的阿罗汉 那他目见人的母亲把他生出来 而且把他养大 那他没有功德 他供养的还不多嘛 对不对 那当然那个时候他不是阿罗汉了 那么 会不会 有可能是 你的母 你的儿子是阿罗汉 那你就一定可以得解脱 不一定喔 不一定 不一定喔 所以 你如果会解脱 或不多恶道 不是因为你的儿子是谁 是因为你修了什么法 俱足了什么业 你要知道是这样喔 好 那如果我们要改变 我们要改变 第一个当然就是 你要让他 假设你知道他是多恶道 那但是我们要有一个观念喔 就是说 人死了不是都是做轨道 不是的 我们现在把 假设我们的父母往生了 我们都把他当作会堕入轨道 都要请 请人来超度 这个是错的 这个是错的 你不要把你的父母当成都是堕入轨道 然后要给他施食 他再拜膝尾饭 再拜三拜三 其实不需要 这一些其实如果他升天他吃的比你好 如果他真的多恶鬼 你给他了他也吃不到 如果他投胎做人他也不用吃 他自己有他自己做人 你跟他做妻的时候他可能马上投胎生出来 刚刚在喝牛奶 你拜的那些他根本就用不到 真的他就 比如说你跟他做头妻 那么他第一天 一般来讲 如果一般都会马上投胎 那如果有一些比较执着的 比较执着或不舍的 他基本上都会比较留恋 就比较慢走 那有可能 第1个7第2个7 通常 第1个7是关键 那大部分的如果散热业都决定的话 他一天也不会留 他马上就走 那有一些人他比较留恋 他可能 他可能依中阴生的阶段 也不是鬼喔 中阴生其实不需要吃喔 中阴生跟鬼不一样 鬼要吃中阴生是不需要的 那么他可能7天之后他才去投胎 那很少再超过7天的啦 当然 最多最多49天 那个是善恶业不定 善恶业不定 那如果学佛的人 学佛的人没有那个善恶业不定的啦 百分之九十几都是善业决定的 真的 都是善业决定 那假设他 那如果没有学佛的就不一定 但也没有那么久 那如果你第第1天 第1天 第1天 第7天 你跟他做7 你跟他拜很多东西 那其实他已经往生 如果决定了他已经往生7天 已经生出来7天了 或是还没有在肚子里面 大部分如果是投胎的话 都会在肚子里面经过10个月 10个月 那么这个时候他也不需要吃你的啦 他就吃他妈妈里面那些营养攻击 是这样 他妈妈吃什么他就吃什么啦 不是你拜什么他吃什么啦 那如果他 如果他比较好的 那有可能 比如说他升天 他升天 升到天上 那么他第1天他就 失一得一失死得死了 他也不吃你的啦 真的是这样子 那所以 有些人还做对年 还做百日 他都已经长 如果对年他都已经 生出 生出来了 然后他现在 在喝什么样牌的牛奶啦 那清本礼拜他也吃不到 那你还跟他超度 还跟他见识 我告诉你 这一些其实 这个老实说啦 佛法里面 没有这一些 但是后来这边就变成佛法里面 专有的 这个其实是后来演变的 那 婆罗门古代也有在 祭拜 祭拜祖先 又在祭拜祖先 那所以 大比佛教里面有讲 那我们祭拜祖先 祖先到底吃得到吃不到 有问这个问题 吃得到吃不到呢 必须是做 做一般的鬼 你就吃得到 如果做鬼 因为鬼有一些是没有得吃或是 他孤文野鬼或怎么样的 如果做恶鬼他也吃不到 如果他做 有才鬼 比如说城王爷啦 土地公啦 很多人拜 他也不用吃你的 他天天都有得吃 如果升天 那更不用吃了 如果做人也不用吃 只有做鬼 而且有特定的鬼 他才吃得到 那目见脸 假设目见脸的母亲 这个是经典里面的 假设目见脸的母亲 堕入轨道 那么即使目见脸跟他死死 他也吃不到 那目见脸神通 第一 回向给他的母亲用不到 他用大众生都回向给他母亲 他母亲就可以吃得到吗 或是就可以脱离轨道吗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是这样 不一定是这样 如果是这样的话 出家众的母亲都不会多入轨道 多入轨道很快超多 为什么 他师兄弟很多都是阿罗汉 没有 不是这样 阿难 阿难说 见到厌口鬼 然后厌口鬼跟他讲 说什么是 焦然大师变现的 他跟他讲 你七天后也会做恶鬼 阿难就很紧张去问佛 佛跟他讲 你施死给恶鬼 你就可以以后不用做恶鬼 这样讲也不合乎佛法 你施死给恶鬼 你就不用做恶鬼 你之所以会做恶鬼 是因为你有恶鬼的业 你之所以不用做恶鬼 是因为你没有恶鬼的业 那假设你本来会做恶鬼 那后来不用做恶鬼 那是因为你恶鬼的业消除 不是因为你有施死给恶鬼 那这个我们要知道 这些佛法的观念看起来 我们就说 佛法就这样做 我们就照着做就好了 你要想道理呀 这样做有没有意义呀 你以为你念的是经 你修的是法 但实际上 实际上这个都跟佛法不相应 而且 不是佛法来的 那我们就这样一直修一直修 那都说 都说佛法讲因果 你也讲因果 但你的因 非因即因 非果即果 这一点我觉得一直是佛教徒最大的弊病 都说佛教讲因果 但是你的外道也讲因果啊 外道也讲因果 就有点像 苦行外道 他看见这条纽升天 那条纽做什么 没做什么吃草 他就觉得吃草可以升天 那这中间连得起来吗 升天佛法讲一定是十善业 那你不是你你你你这个下三二道已经是十二业 那你没有十二业 你没有十二业 你没有三二道的业 所有的人都诅咒你 所有的人都诅咒你 你也不会下三二道 如果你没有三二道的业 所有的人都诅咒你 你也不会下三二道 如果你没有十善业 所有的人都祝福你 五百阿罗安都祝福你 你也不会升天 佛陀已经讲了嘛 也是在《中阿安经》里面讲的啊 他说 如果你 你一个石头 你把它丢到恒河里面 你 所有的人都在旁边祈祷 石头扶起来 石头扶起来 石头也扶不起来 如果是一块木头 你把它丢到恒河里面 所有的人都诅咒他沉下去沉下去 他也不会沉下去 为什么 业力决定的嘛 不是人 不是外面的人决定的啊 所以假设 今天一样 这个人要下三二道 所有的人都来跟他念经 让 祝福他不到三二道 他就会不到三二道吗 五百阿罗汉来跟他祝福 让他升天 他就会升天吗 不会嘛 一样的道理嘛 是不是 是啊 那你说诵经就没有效了 不一定 假设他是中阴生 或他是鬼道 他因为你帮他诵经 他道理听进去了 他道理听进去了 他起欢喜了 重点是他起欢喜心 然后 他诵经他也跟着诵 假设他有在 他不在 他要怎么诵 他又不作鬼 那么他道理听进去了 而且他 新改变 重点是 你帮他诵经就像他讲道理给他听 你讲道理给他听 那么 为什么要诵经我们说过嘛 因为我们不会讲嘛 我们不知道讲什么好 就讲佛讲的话讲给他听嘛 学讲佛讲的话嘛 所以叫做诵经给他听嘛 那你诵经给他听 他听到了 他听到了 你看这个六祖为什么出家 慧年为什么出家 走到路上的时候听到有人在诵经嘛 送到什么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嘛 他听进去了 有没有 听进去而且怎么样 有所理解 就这样嘛 一样嘛 所以他就 他听进去而且有所理解啦 所以他去出家 而且他这一句话 他感动到了 好 好假设你的父母真的做鬼道或是中阴生 或是中阴生 第1个他有来 第2个他听进去了 第3个他理解了 那么他就会产生影响 其实这样子的嘛 所以假设 当然你不能 你不能当他做鬼 假设他中阴生还没走 那你诵经的时候 重点不是 当然请人来诵 也不一定没有效 但不一定有效 那你自己有那个心 他为什么会来 你的心招感他来 不是你写他的名字他就来 假设他是中阴生 那中阴生基本上会围绕在 他以前 熟悉的东西上 他会去找他想找的人 会在他 以前的地方 基本上是这样 假设是中阴生 就是中阴生就是 他已经死了 离开这个身体 但是 但是他还没投胎 还没再溜到不是做鬼喔 中阴生跟鬼不一样喔 那么假设这个时候 假设这个时候 那么 你 念佛或诵经 那么他听进去了 你为他做善事 你为他做善事 他心里面欢喜 因为他自己不能做嘛 你拿他的钱做善事 那么他 他欢喜 他喜欢喜心 这个随喜的心 他就是善悦 其实是这样 然后他 你跟他诵的经 他理解了 他明白了 那么如果你也理解 那么你就比较 因为你是他的眷属嘛 所以 他就比较 你的心在想什么 他知道 那么 你的心能够感动他的心 能够启发他的心 这个时候 他可能就有帮助 可能就有帮助 那以前 我们有去帮人家往生的时候送过经嘛 然后都是怎么样呢 出家人在 在这一桌送经 那么他们 他们的眷属就在旁边打牌啦 讲话啦 看手机啦 到底是谁家 谁家 谁家的父母要超度 真的以前 我今天很深刻啊 就说我们 我们就去 有眷属 有居士往生嘛 然后我们就 他们就给我们设一个嘛 我们去帮他念经嘛 然后眷属不参加念哦 不一起念哦 他在旁边 在旁边有谁在打牌 有谁在喝饮料干嘛 就看我们送 我心里面想这样会有效吗 那你说如果他的妈妈或爸爸 他会来参加我们送信 还是跟他们坐在一起 对不对 而且又很吵 当然我们如果说 如果说 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家属 假设他是中阴生 中阴生是义生生 就我们顺便讲 讲到木剑连 木剑连度他母亲 那我们就想 假设我们的父母 往生了 那我们真的要帮助我们的父母 那我们要怎么做 你不要以为 你就请法师来帮他诵经 就可以超度他 不是的 第一个他是不是做鬼 假设 假设 你的父母没有做什么大的恶业 你不用担心他会堕入轨道 不会的 通常会在做人 假设他有做恶业 杀身重 或称认心强 或邪见重 他有可能堕入轨道 有可能堕入轨道 但是 假设 假设他会堕入轨道 你 你当然 当然 最重要的不是诵经 最重要是讲道理 不一定要用诵经的模式 敲木 如是 我闻一时 我在舍未果 不信 其实不需要这样 你就跟他讲道理就好 第一个要让他知道 你现在已经往生了 那么你现在 最重要的事是什么 因为他不可能再回来做人了吗 所以他有下一生 就像你坐上火车了 你已经在月台上了 你不能回头了 你要坐上火车 你坐火车之前你要准备什么 那基本上就是随夜随喜 随念 所以 助念是帮他提起正念 启发他的善念 因为 我们来帮助 他那个时候可能很迷茫 不知道怎么办 回来回不来 要走又不知道去哪里 可能是这种状态 那这个是没有善业的人才这样 没有善热业不重的人才这样 善热业重的人他就会随善热业去 善业重的人 他自己就会看到光然后随着光去 然后在 善业再大一点的人会有人来迎接他 天人如果他要升天 天人会来迎接他 天人来迎接他会唱歌跳舞来迎接他 真的 一群人来看你做多大 如果是恶业的话 那一样恶业 马上就堕地狱了 那或是会有 有人 有人 有一些鬼来引导他去 那善业的人基本上 你们不用担心 你们如果常常在这里共修 然后八观摘戒 念佛 行善 布施 我告诉你 你们不用担心 那也不是说 死了我要放在哪一个塔 哪一个塔 其实那个都没有用 为什么 你又不住在那里 你如果在天上 你就有天上的宫殿 你如果人间有人间的家庭 那 你又不住那个 那个都不到一瓶 没有十分之一瓶 你不住那个东西 那 那你会换一个身体 那会以你的业力 那也不用担心 你其实也不用 也不用担心 时候要 时候要做什么法会 不需要 你不用担心说没有人帮你祝念 你的业 你的业 已经决定了你要去哪里 不是有 就是你自己的业 这一生所造的业已经决定了 那后面的人要来改变的机会不大 除非你不决定 如果你不决定 就有改变的机会 但是 多数 都已经决定了 业都已经决定了 你不用担心 那你现在就是 把这个决定心 把这个业力再加重 那么 没有人可以改变你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 佛陀都会劝 在我们活着的时候 那么好好的 造作善业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那这个时候 你往生的时候 不需要人家祝念 不用盖往生背 不用做法会 你还是会到好的地方去 真的 那你可以在 就是要走之前 再多做几件善事 比如说 你要去帮助谁帮助谁 其实是这样 就是你有能力的时候 多做 那么你使了人家帮你做的 那个都不是你自己发心做的 那个都有限 你知道吗 因为 不是你自己发心做的 功德都有限 即使是你的钱 因为 也不是你做主的 是别人帮你捐的 那个也有限 因为 业是自作自作的 所以从这个道理来讲 我们知道 即使 比如说木剑人的母亲 多恶到这件事 第1个他不是真的 第2个假设他是真的 那么这样能不能解决问题 也不能 也不能 因为 就算我为我的妈妈做 我为我的妈妈做 还是我做 但是因为我跟我的妈妈 我是为我妈妈做的 我是为我妈妈做的 所以 我跟他有这个缘 那么他以后 他以后 比较会依我得度 其实是这样的 这并不是说我为他做 然后 这个功德就算他的 没有 不是这样子 不是这样子 所以 我们基本上 我们基本上 都是 要自己努力做 然后当然我们可以为我们父母做 那因为我们有力量 我们有力量 我们做有力量 那我们是为父母做的 所以我们跟父母之间就有善缘 那父母未来 未来 比较可以以我们 受我们影响 受我们影响 然后 然后他自己可以真善 向善向善向解脱 其实是这样 那像说 穆健脸 穆健脸的妈妈 那 假设 这件事我们现在要说 于兰盆说 穆健脸妈妈多恶鬼这件事 除了于兰盆经讲之外 没有经这样讲 那于兰盆经难传的也没有这个 也没有这个 所以 这件事情 基本上不是真的 但是他就造成 他也是一件好事 就是说 让大家 因为孝顺 然后去 为了孝顺帮助父母 然后去供养 供养这些 这些修行人 那他基本上是一个善意 是一个善意 但是从道理说 从道理说 不是这样的 并不是说 那 我们只要替父母做 然后父母就可以得功德 不是这样 那这个是讲到舍利佛跟穆健脸 那顺便讲到 厌口阿难 阿难这个 施食给恶鬼 然后他就不用多恶鬼 道理上不是这样说 道理你会多恶鬼 不是因为你没有施食 那你不多恶鬼也不是因为你有施食 不是这样 就是从业果理论来讲 苦因 因为我们知道苦即灭道 苦 即 灭 道 苦 假设你恶鬼是一种苦 假设恶鬼是一种苦 鬼道是一种苦 那你必须知道原因是怎麽 原因是怎麽 通常是比如说迁滩 迁滩 不是迁滩 邪健 因为 慕能救母里面也是讲 遗伦本经也是讲这样的 迁滩 邪健 杀身 比如说基本上就是三恶道 说他喜欢吃那个余暖 然后又迁滩 又邪健 都恶鬼 那基本上这个是恶鬼也没有错 但是这个因要解决 要灭这个苦 要解决这个恶鬼 让他不再做恶鬼 他必须要正确的方法 正确的方法不是 你施食就不会做恶鬼 不是就好像现在很多人烟共火共 然后你让这些鬼神 他基本上烟共火共的对象都是鬼 有才鬼 烟共火共就是烧烟给他闻 烧那个香给他闻 然后火共就是把饮食什么丢进去然后烧给他吃 那基本上 基本上 需要吸烟的 来过火的 那么确实有一种鬼 他是吸烟的 这吸烟的 那么如果是天人 天人还吃这个 没有不吃这个吗 那其他只有一类的鬼 一类的鬼吃这个 好那你供养他 那你就可以从他那边得福报 表示这个鬼 你因为你烧烟 供养 这个鬼 都说是佛菩萨天 佛菩萨也不惜这个 那么 你供养这个鬼 那么鬼就给你福报 鬼给你福报 你从这里得福报 这个也不合乎佛法 如果他有福报他也不会做鬼 他有福报他也不会做鬼 那么他自己 他自己要吃的都要你送给他他才有的吃 你认为他可以给你什么福报 他可以送给你什么福报 你认为呢 所以你烟共从哪里来得福报 没有 那么当然如果你有福报是从哪里来 是从 你舍心 你慈悲心 你觉得这个鬼可怜没得吃 那么 我不施给他 让他有的吃 如果假设有福报 是从这个舍心不施的心 来的 福报是从舍心来的 福报是从舍心 舍有两种 舍你拥有的东西 给没有的人 第二个 别人给你不好的东西 比如说骂你 打你 伤害你 你可以不跟他计较 舍去这个怨恨 那么这个就是福报的来源 那么 他是从这里来的 并不是假如说 那 我为了要修福报 我做焉供火供 供养这些诸佛菩萨 诸佛菩萨 有吸这个吗 没有啦 然后你要靠这个 不需要 那你说那我们平常 大殿不是都会共乡吗 那个又不一样 我们共乡 共花 共水果 共水 那个就是 一种代表 恭敬心 其实只是恭敬 诸佛菩萨没有受用这些 没有 当成佛菩萨在 因为 这个是色身香味处 五欲 把最好的 供养给诸佛菩萨 那个只是一种培养我们的恭敬心 诸佛菩萨还靠你供养 他才能过得下去 你中午没有给他 没有给他供养他今天就饿肚子 不可能 没有这种事 那个只是一种培养我们的恭敬心 所以 大家不要误会了 那这个是想到 舍利佛跟木见年 那舍利佛木见年之后 就渡什么呢 他是在第四年 之后渡大家社 大家社我们也可以讲一下 大家社 大家社是在佛 佛地址里面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 我们可以这么讲 大家社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佛法里面 佛法里面大概有四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那么分成佛在世的时候跟佛灭后 佛在世的时候 住持佛法的 佛在世的时候 住持佛法 除了佛陀之外 佛地址里面 就是 对住持佛法最大作用的就是舍利佛跟木见年 舍利佛跟木见年 佛灭后 住持佛法 最主要的是两个人 哪两个 大家社 大家社还有呢 阿难 对 所以你看那个南传的 南传的那个 左右都是大家社跟阿难 有没有 那有的也有用舍利佛木见年 佛在世的时候 佛在世的时候 就是住持佛法的最主要的是舍利佛跟木见年 佛灭后 佛灭后 让正法久住的 最主要是大家社跟阿难 那为什么 那为什么 因为佛灭后 大家社跟阿难结极经典 那么 阿难是多文第一 大家社其实虽然正阿罗汉 但是他听过的经没有几部 他没有听过几部经 为什么 因为他 他 他见佛 是也一个很特殊的因缘 大家社当时已经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修行者 那么 他在那个据说在七子塔之前见到佛 他见到佛 他见到佛 直接就跟佛讲 你是我的师父 我是你的徒弟 然后佛就说 是的 我是你的师父 你是我的徒弟 然后大家社就把他身上穿的那一件 但是他在家里很有钱 经典描述他 描述他身上穿的那件经典 那件衣服有八万两斤 其实 八万是很多的意思 那么其实就是很直浅的意思 他身上穿的那件夹纱 非常直浅 据说是加赤那衣做的 加赤那是一个 就像我们讲那个是丝绸的做的一样 那他还讲 他还讲 他有一次跟他讲 他供养佛的那件衣服 是他 他从家里面拿出最不好的衣服 最不好的衣服就最值钱了 有钱人就这样 有钱人把最差的衣服拿出来 都比穷人最好的衣服还好 他家很有钱 所以他要出家 他就 拿最差的衣服出来 那件都是很好的 他就把身上脱的 身上那一件夹纱供养佛 他就没有穿衣服了嘛 他就一件而已啊 所以佛就把他身上那一件 份扫衣 给大家社 所以后来才有传衣的这样 传衣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然后 给这个大家社 大家社 后来就是 佛的衣 佛的那一件份扫衣 成佛的那件份扫衣 大家社穿着 后来就变成讲成大家社不入涅槃 然后 陆定在基祖山 等着把那件衣再传给弥勒普萨 这个也不是真的 后来就变成这样 后来禅宗就变成大家社是 脸花微笑 传衣的 后来就变成禅宗也都是传衣啊 传到六族就不传了嘛 那这个就是后来的演变了 大家社这个人很特殊 佛地址里面 佛地址里面 只有大家社可以跟佛平起平坐 其他像舍利佛目见人还不行 都要站在下面 大家社是第1个佛的衣在他 佛传道的衣给了他 第2个 第2个 他是这个 唯一不听佛话的人 第3个 佛唯一让伴坐给他的 佛从来没有说 比如说佛坐在这里 佛的坐姿是比较大的 佛的那个坐的桌子就好像那个比较 那个比较大的 那么那个很大 那佛让伴坐给他 佛为什么让伴坐给他 因为大家是比较 他比较苦行 苦行就是比较没有打扮的那么好 然后穿的比较不好 那有一些人看到就觉得这个人 这样他到底就是 有一点瞧不起大家社 那佛知道了 就跟 向大家社社让伴坐给大家社做 佛从来在 一切的经历论里面 没有看过佛 让伴坐给谁做的 基本上就是坐在底下而已啦 国往来也一样啦 但是 佛让大家社坐在那旁边 让伴坐给大家社社 那 所以你看这个大家社不一样 特别不一样 那佛还把他的衣 成佛的那个份扫衣给了他 你看喔 穿的那件份扫衣给他 然后他是唯一 不听佛话的人 当然你说那些不好的地址 阿罗汉没有 你说提伯导都也不听啊 有一些也不听 但是 阿罗汉里面 他是唯一不听佛话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佛跟大家社讲了三次 因为他算是 很厉害的人 他八天 跟佛出教后八天就称阿罗汉 然后佛告诉他 这些新来的比丘 都不懂道理 不懂规矩 大家社很有威德力啊 他让大家社教这一些新进的比丘 法跟律 就是规矩 然后教这些新进的比丘佛法 大家社不愿意 第二次佛又跟他讲 大家社也不愿意 第三次佛再跟他讲 他就跟佛讲 不是我不愿意 这些新进的比丘 一点都不用共 而且 他们很多人 大家这个人远极不好 佛弟子里面 大家这个人远就不好 特别是很多比丘你都讨厌他 那有些比丘也不喜欢他 人远最好的是谁 阿难 所以佛 佛旁边一个站的人缘最好的人缘最不好的 阿难 四众弟子都喜欢他 男的 女的 在家的 出家的 年轻的 年纪大的 都喜欢阿难 阿难第1个他也庄严 第2个 他温柔 调柔 情感重 你看有一次 我们就讲过这有一次 有一次阿难 那有一些 有一些比丘女 那么 请阿难去说法 请阿难去说法 那有一些居士供养 这个比丘女都很喜欢阿难 很喜欢阿难也多吻 阿难讲话也好听 又庄严 又年轻 然后就请 请这个阿难去 请阿难去 就很多比丘女去 听说有阿难去很多比丘女都去 那 但是阿难在路上 要去说法的路上遇见大家色 那大家色比较有为德 又是大阿罗汉 在佛地址里面 继续舍利佛目见年 都尊重大家色的 那 他就客套 也不是客套 就是 阿难也是这样 那请大家色一起去 请大家色一起去接受共语 然后为大家说法 一定嘛 如果我在路上遇见比较 威得利的 我们也想说 那 请长老 本来是我说的 我们就请长老说 对不对 一定是这样的嘛 那阿难就请大家色去 那大家去 说法完了之后 这些比丘女看见大家色 听都不想听 然后讲完了之后 讲完了之后 那么底下的比丘女就开始讲话 他说 这个大家色 还敢在阿难面前说法 就好像 这个 卖真的小孩在做真的这个师父前面 卖真一样 就像光光面前耍大刀 因为阿难是文法 多文第一嘛 听文的文法是最后也是很能说法 就他们就不喜欢大家色 大家色是阿罗汉 但是 这个 大家色听了就很不高兴 大家色也没有称认心 但是就是会责怪阿难 就是大家色常常有时候会责怪阿难 他不是称认心 因为正阿罗汉没有称认心 他这个 这些比丘女没有礼貌 那你这个阿难 阿难也没有 也不会教 因为 阿难讲的话就是比丘女会听 会听 他就 他就问阿难 阿难 你那些 就是信养他的这些 信受他的这些比丘女 说我在 卖 卖 卖 我像卖真的小孩 在卖真的前面 那么 这个卖弄 卖弄这些佛法 你要知道 他就跟阿难讲 阿难 你要知道 我从跟佛出家之后 那么佛陀说 就是他的他的智慧越来越 他八天就正阿罗汉 八天就阿罗汉 他就开始讲这些给他听了 然后 你说 你说 我在你前面说法 是在卖弄吗 反正他就是有一点数落阿难 阿难就一直劝他 那些比丘女就烦恼重 不会想 你就不要跟他们计较 怎样 这一讲阿难 阿难就说 你说我在跟他们计较 我只是讲给你听 就这样你要这样教育他教育 什么样 你看 这大家设其实是 他是很有个性的人 你看佛 他唯一 佛叫他 我叫他跟比丘说法 他不愿意说 他就 第三次他就跟佛解释 他说 世尊不是我不愿意 因为 这些新进的比丘 主要分两大派 一派是阿难的弟子 阿难比较可能对徒弟比较好 那一派是舍利佛的 人都是年轻的 年轻的出家 喜欢玩 嘻嘻嘻闹 厂长两派 阿难的弟子跟牧建人的弟子 都在讲 我师父比较厉害 我师父比较厉害 都在一直在 一直在口角 斗争了 那么 大家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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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勸他们 他们也不听 然后后来大家就不讲 大家舍这个人是这样的 我会试着跟你讲 但是你讲不听的时候 我就不要再跟你讲了 典型的这种 典型的这种独觉性格 你知道吗 他有一次 他有一去去一个寺院 看见很多比丘女在那边 戏论就是讲话 讲得很大声 那寺院是大家都在打坐的 急进处 那你在那边吵 但是他们也不太认识大家舍 那时候就是 很少出现在僧团 他就独行独住 独行独住 他很少出现在僧团 他跟佛出家之后 没多久知道的话 他就自己住了 那所以他老的时候 佛陀曾经劝他 回身团住 他也不要 继绝佛陀 佛陀叫他跟比丘说法 他也不要 他后来就跟 因为他们两个都常在吵架 他不要跟他们说 不是我不愿意说 不是我不想听佛的话 这些比丘 就是 教不会啦 就是他不愿意教 那他有一次去试验 看见很多比丘女 在吵吵闹闹 他就跟他们讲 这个是极尽处 你们不要在这个地方 讲话那么大声 如果讲要小声一点 你要考虑到人家在打坐怎么样 讲这个很正常啊 这些比丘女一看 你又是什么人 你凭什么管我 然后 几句不合 就大家拿棍子要打他 就大家这一看 这个 这些女人不可教话 用神通就飞走了 你看 所以大家设 大家设其实人缘非常不好 人缘非常不好 但是 你看喔 未来的佛法就靠大家设 因为 他平常没有在佛身边 其实他听的佛法不多 但是他就可以证阿罗汉 中通跟说通不一样 中通是 你道理懂 你证阿罗汉 说通是 你听的佛法很多 像阿难就说通 但是他听这些佛法 他听这些佛法 他并没有说 就 震了阿罗汉 那大家设 在佛灭后有人通知他 他才知道佛灭度 所以他就从 他都住在王舍城 他都住在王舍城 那王舍城离居思纳 居思纳比较靠近舍卫城 所以是蛮远的 所以他从王舍城 再赶到居思纳 好像已经七天来几天了 那他们就等大家 再来 来举火 来涅槃 大家这没来 那个火怎么点点不早 那他要赶去居思纳的路上 赶去居思纳的路上 就有一个比丘说 看见这一群人都要赶路 然后这个神情都 都很不好 他说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你们看起来 看起来这个表情都 都是这样 他说因为佛头涅槃了 你不知道吗 佛头灭度了 那个比丘就说 哎呀 太好了现在以后没人管 因为佛头等下规定这个不可以 他规定那个不可以 大家在心里面就求了一下 说 哎呀 佛都还没灭 佛都刚灭度 他们就已经这样了 那灭度了之后 那怎么办 所以他就要赶快把律 他其实是主要是要截取律 跟法 就是佛说的法还有律 所以他第一个先截取律 然后要把这些截取起来 然后 然后让佛法可以延传下去 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 他要去 去 所以 佛涅槃后 他要去 这个居士兰的路上 那听见有一个比丘 这么说 所以他 在佛涅槃后 他就宣布 宣布在 王舍城要结局 结局法跟令 希望海美涅槃的阿罗汉 海美涅槃灭度的阿罗汉 不要灭度 其实是这样的 那也因为这样 也因为这样 我们现在才可以 有如是我闻 也会听到佛法 真的 假设大家是当时没有截取佛法 我告诉你 佛法大概经过一百年就没有了 因为没有人 附送传承下来 然后变成就是流传 因为流传越来越复杂 所以 我们都要感谢大家是真的 真的 我们现在可以听闻到佛法 我们要顶礼大家设 那你看他平常 你看这个人就很难讲 你看他平常 都 叫你说法你也不要 然后叫你回来跟大众住你也不要 就自己一个人 好像自私自利 没有 最后把佛法 传承下来的 大家设 你看 所以这个时候有很难说 那好 我们 因为时间到 大概就讲到这里 大家是还有一件事可以讲 就是他的太太 妙贤比丘妮 时间到了 没啊 还要不要再来讲 讲的要12点 这位是我的 像比赛是我的还是你们 你们看 不是啦 我偷偷 好 我们合掌 愿以此功德 拍摄 будем 我们合掌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